哈囉 各位三立新聞網的朋友們 大家好 我是方志祐 不知道你們是不是忘記 其實呢 我也是歌唱比賽出身的了 那我的全新單曲天使元年呢 即將正式跟大家見面了 希望大家一定要多多支持喔 這首歌呢 天使元年呢 也就是我現在 跟雨昕 還有修 還有小剛 一起主演的天堂的微笑裡面的插曲 那目前播出的集數裡面是還沒有播到 但是呢 大家繼續看下去 之後也可以在戲劇中 聽到我的聲音陪伴大家 第五集的劇中 我有提到這個 窮人沒有資格生病這件事情 那這個是本來編劇老師 就寫在劇本中的 那我覺得是 其實是 我覺得是某一些人的心聲 比如說像之前我爸爸生病的時候 有僵直性 脊椎炎 那你會打一些試驗的藥 或者是打一些針 那些是健保沒有給付的 所以其實 有一些疾病的醫療費用是非常龐大的 如果你今天沒有保險 爸爸算是有點隱瞞我 所以你會跟著 跟劇中有一點雷同 就其實有點像善意的謊言 就是爸爸也一直跟我說 沒事沒事 就是不嚴重這樣 然後是到我爸走了以後 才知道他那時候的身體狀況 原來是那麼的不好 那時候我爸就是突然 猛爆性肝炎住院了 媽媽在醫院就是 有打電話給我說 叫我去幫他 因為家裡還有兩個妹妹要照顧 所以媽媽等於是 希望我可以跟他換班就對了 但是那時候我就因為 覺得沒有那麼嚴重 就那時候不知道 對 那時候不知道 那時候還不知道 是猛爆性肝炎 只知道爸爸住院了 但是住院前 爸爸就說 一兩天就回去了 就是沒有那麼嚴重 不要擔心 所以我就覺得說 不是那麼的 就是沒有那麼的放在心上 然後就那時候 想要跟同學出去聚會 幫學弟妹辦完格宿錄影 就是要慶公宴 所以我就找了一個理由 拒絕媽媽這樣 可是 就是 那個禮拜 就是爸爸就走了 就是我爸走以後 我才知道原來他每個月 都要去打一個幾十萬的針 我媽是比較感性外顯的人 所以她一直很 把她的情緒表現出來 我就 我是家裡的老大 我兩個妹妹 所以那時候就 也沒有 也來不及生氣 然後也沒有要怪誰 就是很後悔 去年就是 可能有點水膩 就是都不是很順 各方面 比如說買房子啊 或者是家裡 就是小孩要念書啊 然後跟老公之間啊 有一些 可能 也不能算教育理念 也不能算教育理念 就是可能有一些 生活上的 或者是工作 就是工作也覺得卡卡 然後家庭生活也覺得卡卡 就是各方面卡 但你也收不上來 是什麼精確或準確的事情 然後那時候 對 要收不下來卡卡 就是一切的一切 就是導致覺得 去年我算是一個反省的年 我原本的樂觀心態是 這個擁有這個家庭 跟我想要從事演戲 當演員這個工作 是不衝突的 對對對 只是 我覺得可能也是一個 現代的女生 女性就是生了小孩之後 會有的一些 遇到的困難 我覺得不管是不是 演員這個行業而已 就是要照顧小孩 要照顧家庭 但同時你也想要照顧好工作 這是一個 就我到現在也都還在 學習這個平衡 但是 我只能說現在我在事業上 就是get ready 然後 希望可以讓大家 就是看到我 不只是一個媽媽 我一回想要照顧家庭 我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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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看